我就是有爭議感 有時候講出真話 去得罪人 那也沒辦法 那我覺得這個真話還是要講 不講會去害到別人 老實人 一定會被算計 我的為人喔 隨便啦 選中如一啦 我就是這個個性 不說謊話 不說假話 不做壞事 不使壞心眼 這就是我對聽說的為人 包括我爸爸 我媽媽 包括我的家人 我照顧得好 我經常說 如果是有我們家這口罩 也不用政府 也不用警察啦 今天啦 人家怎麼說 我們就怎麼做 政府要怎麼過程 我們就是怎樣 我們也不去人家 也不去人家 你了解嗎 這就是我的人 我就是帶虧工 我就是有爭議感 有時候講出真話 去得罪人 那也沒辦法 那我覺得這個真話還是要講 因為不講會去害到別人 這就是我 你要相信我 你就相信我 我不要相信我 我媽媽 OK 你也可以不要相信我 你每天在看我的直播 看我的家人 我們講話就是這樣子 我以前要出道的時候 我們老爸跟他說 說兩個規則啦 第一 對人要有勞 尤其是中過 第二 不可以遲到 遲到 遲到的事情 不可以做 不可以讓別人等 我永遠喔 我路遠 我沒有遲到的 我都是找到 沒有遲到的 老子人 一定會被散計 沒關係啦 很多人打電話來 來跟我聊聊天啊 說說話啊 要我放下什麼的 我都說沒關係 只要我沒有欺負人家 我被欺負沒關係的 對 只要我不要去欺負人家就好了 但是齁 有時候也是要說 實話我已經講了 但是我講出去 人家認為說我在欺負人家 沒有紛紛擾擾 放心 沒有事情